在中超第18轮补赛,苍州雄狮4比1逆转武汉长江,32岁外援和瑟比坦特完成助攻代码。 第40分钟,和瑟比坦特助攻奥斯卡破门,帮助苍州雄狮反超2比1。 第44分钟,又是和瑟比坦特的直传球,助攻奥乌苏低射破门,将比分改写为3比1。 第79分钟,苍州雄狮前场2打4,和瑟比坦特摆脱防守后横传,奥斯卡门前挑射破门,苍州雄狮锁定4比1的胜局。 上一场面对领头羊武汉三镇,和瑟比坦特迎来中超第一次首发,便上演了大四席,送给武汉三镇赛季首败。 结果在本轮面对保级对手武汉长江,和瑟比坦特又完成了助攻帽子戏法,在中超两次首发,贡献4球3助攻,这进攻效率也太惊人了。 虽然只是从哈萨克斯坦联赛免签过来的,但和瑟比坦特也是踢过欧战的球员。 他上个赛季在欧协联的小组赛中,六场打进过三球,此前在华沙莱吉亚效力时,也踢过欧冠附加赛并取得过进球。 从和瑟比坦特前两次中超首发的表现来看,这比免签真的是太值了。 如果接下来继续能够有高光的表现,和瑟比坦特真的可以跟400万欧元引进的斯坦丘,竞争本赛季中超最划算的引员了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右下角,订阅收藏不迷路。